您曾经听过蝶仙吗 这个禁忌的游戏虽然是广为流传 而大部分的人也都知道游戏的方法 却很少有人敢真正的去尝试 原因就是实在太过危险了 传说透过蝶仙可以召唤出神秘的力量 为你指点笔记 甚至还可以达成愿望 不过要是后续没有处理好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有一群国中生就不信邪 想挑战极限 看看传说是不是真的 没有想到最后惹祸上身 而更恐怖的是 原本只有玩的那几个人碰上怪事 最后竟然全班都像是重鞋一样 精神恍惚 他们到底招惹到了什么 最后又该怎么解决 蝶仙蝶仙请出来 蝶仙蝶仙请出来 50年代 台湾曾经掀起一波蜂蝶仙的热潮 尤其是学生们最喜欢一群人围扯一圈 点蜡烛请蝶仙很有气氛 可是到了大概就是 这个老奖他们从大陆来之后 就开始有一阵子就流行起蝶仙来 所以我记得在我这个 国中到高中的这一段的时候 那正好就是蝶仙最流行 所以我们那个 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同学书包里面每一个人 大概有一两个同学都会放 每天都会放蝶仙的纸 然后就摊开到下课的时候 就大家无聊嘛 就好玩 其实那时候不叫蝶仙 当时是用这个蝶仙 因为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铜板很流行 铜板都很大 就几个人用一张纸 里面乱码写很多字 或者就随便拿一张报纸 报纸里面字不是很多吗 小时候我们都玩过了 你把那个钱就放在那上面 然后点三柱箱 向外注导 想请求的人 就把你的这个食指 都放在那个钱币上面 大家在慢慢进入 半催眠状态以后 那个钱币就不住宅的移动 有句话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 民间传说 请蝶仙有很多的禁忌不可犯 传说人误出了禁忌 结果事后开始胡言乱语 搞得人心惶惶的 当年政府为了稳定民心 下令禁止所有的商家 不得贩售蝶仙用具 为什么现在好像都还没有动 因为那个附近的 骨魂野鬼还没到位 所以还不会动 你看他已经有点在动 真的 那我们可以问他什么样的问题 你可以问他说 他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叠些叠些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是什么 他姓 毛 双 双 是什么 水 水 几乎小学生都在玩 玩到学校下令禁止 因为有些玩玩以后 浮远乱零 那可能就是没有走 他有些是 一直还在沉睡 在那个幻想的境界里面 他已经在前线里面 求一些某些东西 或者他想要进入某些境界 进入以后 他灵魂还在那里面回不来 其实当初的好玩 其实是人是因为好奇 就想说会准啊 就是会不会准 所以通常人在好奇 都会去玩玩玩看 所以他大概在那一段的日子里面 后来我们记得 就是出了很多事情以后 学校也规定就是说 不准再带这些东西 这个不能在学校里面玩 住哪里 台北 台北 这边就台北嘛 火车 以前适应这边 好像有火车经过嘛 对不对 也许 那现在怎么 怎么越动越快 不清楚耶 虽然政府明令不准 卖蝶仙的相关用品 不过终究无法完全的禁绝 因为传说蝶仙是有问必答 而且相当的灵验 甚至传说有警方透过蝶仙的指引 侦破了重大的刑案 时间是在1982年12月 台北市华南银行 遭到两名持枪歹徒闯入 歹徒轻易的开启了密码索金库 抢走了800万 那么总共有五六名的 这样的一个歹徒 没面歹徒闯入到 华南银行和平东路分行 那么抢走了将近800多万的 这个线钞 还有一些所谓的爱护奖券 那么在之前 就是监察沙缸 28号29号的时候 他的乡里叫做林永泉的 就已经在当天失踪 被夹持走 那为什么 这个案子跟抢案有什么关系 因为林永泉本身有一个 所谓的保险库的号码密码 他是一个乡女 所以他身上有这个密码 关键人物林永泉有如人间蒸发 却在案发后七个月 他的尸体在台北县三支乡的 一间废弃工厂里头被找到了 林永泉招人开枪射杀 破案的关键线索断了 据说警方私底下求助碟线 姑且一事 林永泉的尸体被发现之后 专案小组才确认他被夹持 而且是被逼迫 透过讲出这一个金库的密码 那么警方专案小组为了追查 这个后面的一个所谓的凶手 最后甚至于找到了碟线 我们讲 碟线 透过碟线这样的东西 企图透过阴阳两界来搜索 这一个凶手 希望透过碟线找出 这个一个办案的方向 当时当然就是警方常常 就是除了科学办案之外 那警方其实对 就是说他们也常发现 就是说有一些 就是是不是有第三种力量 是可以协助破案 那当然就是凶擦案 就是无非就是有灵魂的问题嘛 就是说如果可以请这个碟线 或者是任何的问神的方式 他们都不会放弃 我想问一下 那我上学习被盪几颗 那可以请你告诉我 他这个连盪几颗都可以告诉人家 可能学生就想问一些 学业跟感情的事情嘛 三颗 你被盪三颗 这个我要珍重声明 网路上那些消息 这种马路上的消息 都不要去相信 那这样的话 中央警察大学会掉了 办 就完全用这些领域办案就好了嘛 我们还要栽培警察干什么 就栽培一些领域人士就好了 那为什么这么多重大案件 到现在都还是破不了 80年代台湾吹起了大家乐的歪风 全民都在求名牌 有人三星半夜 忘了破也咬起 拜请蝶仙次名牌 到最后是疯狂到什么程度 是大家都跟他在买搭 中间就有一个 我有蝶仙牌 他就给你来说 我现在就是蝶仙 你去洗洗 洗出来河马 逼出来河马 有些我们说比较易的就是 就是生蝶仙 性质于前仙去叛牌 那你真的有对吗 如果有对 按照我们的说 如果你透过蝶仙或前仙 你拿一堆签约有得到 就要怎样 要行 一般我们就是说要请蝶仙 其实就是请邮魂 那邮魂你不可能在我们家的 比如说在我们家的神坛的前面 可以请得到蝶仙 这是请不到的 或者是你说我到庙里面去玩 要请蝶仙也会请不到 如果你是在坟墓边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 可能发生过一些命案 或者是说这里有一些阴气 那邮魂游荡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蝶仙就容易特别离 90年代蝶仙热推进了校园 一到了下课时间 就可以看见同学们三五成群 从学业成绩 问到了爱情运势 第一次玩 那你相信这个东西吗 就相信 因为觉得 我事实上就是被两个 被当两个疑 再讲说当三个 我觉得这应该是人的力量的趋势 没有 不是 这那有什么蝶仙的事 那确实我去相信这种东西 我们中华 我们彰化到有一次的国中 就是几个小朋友 就是好奇 就是几个人买了那个 有关于蝶仙玩法的书 就偷偷地在学校里面玩 有什么你好好玩 因为你家里玩的时候 会叫我妹 所以这几个人好奇的小朋友 就在学校的教室里面玩起了蝶仙 因为好像得了从哪变一样 一个同学玩好奇 然后他求得好像有点硬硬 其他同学也会好奇 就跟着玩 不相信的人也会这么看 看到最后自己的好奇也下去玩 他变成前班 都变成那种恍惚状态 其中一些 大概就少数两三个同学 体质比较特殊 他们就一直在那个境界没有回来 那时候老师才发现奇怪 上课学生怎么都精神恍惚 还有突然就昏倒睡倒 学生上课精神都不好 同学们沉迷叠线 上课无法专心 甚至还发生了无法解释 不可思议的现象 比方说有一整个班级的学生 突然集体的胡言乱语 搞得老师校长也不知道如何收拾 这些小孩子玩完之后 甚至发生小孩子怎么样 开始经常异常 简直于起当 无缘无故的起当 那么就 其中有一个就是 一个女孩子 结果是男的 讲话的声音 是变成出现男的声音 那我们讲的解释就是 变孤魂野鬼的 这个男性的 这样的一个孤魂野鬼来附生 那就胡言乱语 是 就是因为完这些年纪 我讲过这个是一种感染作用 感染作用 体质比较特殊的人 他就容易 因为他的这个磁场比较弱 就容易跟那些鬼魂 比例相等 被侵入 被侵入以后 他都会变成分类人格 他一下子自己 一下子是另外一条魂 在指导他讲话 所以讲话叫以无伦次 癫癫堕堕堕 有时候讲一些 鬼魂首师的话出来 但是又很应验 就这样 为什么会发生 激起新的 歇斯底的症状的一个人 他都有几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是 这些容易有症状的人 他中间一定有一个 主要很强势的领导者 其他的人 可能是属于 附属的个性比较多 当这个强势领导者 他一些想法 他没办法 透过他这个所谓 完别线或召魂的方式 去传达到其他人的时候 他会给一些所谓的暗示 那这暗示会造成 其他服从的人 他心理上也不舒服 所以产生他想要服从 可是觉得这个 他下了指令 他没办法做得很好 或他不愿意去做 就产生心理上矛盾的冲突 当年传出问题的这个班级 据说后来全班 被打散到了其他班级去 校方还特地请来法师 超度亡魂 彰化这个博中学校 甚至为了 怕这个事情夸张 甚至赶快找一些法师来做法 把这个东西来修腰 你说吗 抓腰 扶膜才开始做法 才开始把这一点压制下来 当然学生就到看一些精神 就开始让他们心理震荡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晚上在玩热的时候 他怕贏 怕贏的时候 就会产生错乱的感觉 他发现这问题很重 然后又通知家长 家长还恍很大悟 后来学校没罩处理 再报给教育局 教育局一看 就知道把那些学生掉班掉开来 后来不了了之 那些学生有一两个比较严重 那个房间里面 然后大家就把这个碟线的那些道具 其实我们是临时画的 也不是说就准备好没有 我们就临时准备两张大纸 然后就 我们就大家就拿盘子玩 就开始在玩 然后就玩到一半 我们也觉得说好奇怪 为什么就是那个盘子会跟着这样子 就是我们不知道是因为大家手 我们都没有出力 可是那个盘子就会慢慢慢慢 会移动 像梦渝说 碟子是真的自己动了起来 大家问完问题之后 也顺利的把碟线给送走 没想到到了半夜 有个同学突然无缘无故的大喊大叫 好像是被附身了 表情非常痛苦 然后晚上我们就准备要就请睡觉了 然后当我们要睡觉 我们大概五六个女生 然后准备要睡觉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洗完澡 就躺在床上都就睡着 可是我们当睡着的时候 就我们其中有个同学 就是他一直在呻吟 然后我们想要被那个呻吟声吵起来 我想说他到底在叫什么 然后等到我们坐起来 灯打开的时候 就看到他一直在这样子 两手在这样子挣扎 好像是就是一副那种 就是不要推我 不要拉我 我们看他的动作好像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想说他在干嘛做什么 我们就就是好几个就一直压他 就你起床了起床 叫他起床了你怎么了 你怎么摇都摇不行 隔天玩蝶仙 仪式被附身的同学醒过来 他说睡到半夜 他被带到了一个非常阴森的地方 感觉好像是地狱 毕业旅行回家之后呢 他又生了一场大病 后来去庙里头求神拜佛 病情才逐渐好转 从此他再也不敢碰蝶仙了 回去之后好像妈妈有带他去 就是问了一些师父还是老师 就是针对这样的 为什么他晚上说睡不安稳 然后就是都会被人家带去 哪里哪里这样子 从精神科技学里面 用这种所谓的暗示性的话语 来去解释 为什么玩蝶仙没有完好的人 会有这种疙瘩 会成为意外的情形 那如果按照文化的说法 就是因为你真的没按照 它是这个座 所以它就是给你的主座 你就是会有不测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说法 但是在文化冲击的学说里面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说真的有些事 我们还没有找出来真正科学证据 证明说到底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 所以说另外这个世界 真的它有这个力量 透过某些媒介物 被你做一些控制 杰仙杰仙 你是怎么往生 人家说不可以问 可是已经问了 没有 sneakers 我是个人的 没有自己 사진 可能它是个人的 都是对的 是呀 有个人的 αν是对的 没有 你不能看 好像这个检测 一个人的 韩国 感谢观看